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my 今次是移英理財的第三集 上兩集說了有什麼保單可以CUT 還有醫療保單究竟在什麼情況下CUT 今集會跟大家說危疾保單 危疾和醫療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賠償可以一不過拿 即是你有齊醫生報告證明到你中了保單上列明的危疾 就可以一次過拿不賠償 就算你不進醫院醫都可以拿到 反而醫療保就是一定要你進醫院做手術 有醫生的單據實報實銷 你才可以賠到那筆醫療費 現在很多保險公司的危疾計劃 都沒有說明一定要是香港的醫療報告才可以賠償 即是你拿著英國或者其他國家 或政府承認的醫生或者醫療機構的報告 向保險公司殺償 其實都可以拿到危疾賠償 即是你移民去其他國家 只要你和保險公司申報你改了居住地 其實這張單仍然會生效 會有保障 至於這張保單需不需要剪 那就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你有沒有穩定的被動收入 大家要清楚買危疾的作用 是拿來做什麼 有些人要補償醫療費 但英國有NHS醫療 大家有急病或者重病 其實都不太擔心不夠醫療費 但危疾更加大的作用在哪裡呢 就是你在醫病期間 你有機會停止工作 甚至乎有些人索性 去養病 除了你去養病之外 有時候你家人因為要照顧你 都會減少上班時間 少了上班即是少了收入 所以變相你有病其實是影響你的生計 二份危疾就是幫助你的生計 即是你平時理財做得好 有一大不積蓄 又或者甚至乎每個月都有被動收入 就算你一時三刻不做事 你其實都可以頂得住生活費 這個情況之下 這份危疾其實對你的作用其實不是太大 其實你真的可以考慮CUT去的 但是如果你平時真的沒有什麼積蓄 你的工作原來是手停口停的 這樣你真的要想想你是不是要CUT這份危疾 你的危疾是屬於消費息還是儲蓄型呢 危疾其實有兩種 一種就是消費息是會隨你的年齡加價的 而且保費是拿不回來的 但是近十年八載買的那些危疾計劃 多數都是儲蓄型的危疾來的 即是那些可以說供得斷 供5年至25年都有 每年都是固定保費的 而且隔一段時間你還有現金價值可以拿回夠錢出來 那些就是儲蓄型了 消費型的危疾呢 CUT down就很簡單 因為它是每一年都要付錢的 這樣你一不交保費的話 它就立即不給保障你 你又不會說有什麼虧錢 你唯一要考慮CUT不CUT的話 就是你有沒有需要 即是剛才我說的第一點 你本身夠不夠被動收入呢 去支撐你大病的時候 沒有工作沒有收入那一段期間 如果你是支撐到的 那你就可以CUT 但是如果你支撐不到的 那就選擇留 不過如果你那一份是儲蓄型的危疾呢 那就要看看你的保單的退保價值 因為你提早退保的話 是有機會虧保費的 還有這份單是有機會涉及英國稅務的 因為保單裡面有現金價值 是有機會要報英國稅的 CUT不CUT呢 都還要留意以下幾點 如果保單的現金價值是小過你的供款 大家可以查一下你的危疾保單 現在很多保險公司都會有網上戶口 你上去查一下就可以看到幾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就是你買了多少保額 第二個數字就是你買了多少保額 第三個數字就是看你的單的退保價值 退保價值就是你這一刻退保的話 你可以拿多少錢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這份單 可以問你的保險代理 又或者你可以打電話去保險公司 問客戶服務部也可以的 為什麼要看這幾個數字呢 就是假設你真的不需要這張偽疾 你真的很想CUT 但是不是CUT值得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case 假設你買了一張100萬港幣的保額的偽疾 但你剛剛供了兩年 只是供了5萬元 未來你還要供多18年 每年供25元 供了就要50萬 即是你未來還供45萬 如果這一刻來退保的話 你這張單是沒有現金價值的 即是你現在要硬洩5萬元保費 那大家究竟要不要這張單好呢 給大家想想想 其實未回本的保單 我一般都建議不要CUT 因為你要知道 危疾不是儲蓄保單 大家當初買這份保單 是想要一個保障 假設你昨天不幸中了保單 裂命的危疾 有了醫療報告 保險公司馬上賠回100萬 如果你這張單是多重危疾的話 你賠足了100%之後 很多時候你都不再需要再交保費 就可以繼續保你復發的危疾 換言之你只用了5萬元 你就可以買到100萬的單次危疾保障 講的那個槓桿是20倍 那麼多重危疾還不止 最重要是保險的賠償 是不需要計英國稅的 即是保險公司賠了這100萬給你 你這100萬就剩下袋 不需要進貢給英國政府 而你拿著這100萬 就可以安心休養養病 不用擔心生活 但是如果你換個角度看 假設你剩下這張危疾保單之後 首先你要硬洩這5萬元 然後如果你真的不幸還了危疾 雖然說你是有錢 但是你未必是一定全部持有貨 你有機會是要變賣資產 你會變賣股票又或者去賣樓 去幫你籌一些生活費 甚至乎醫療費回來 你變賣資產 你蝕著賣固然不開心 但是如果你有賺的話 你不要忘記英國那邊 是要給資產增值稅的 即是說如果你急著真的要賣樓去養病 你賺了那筆 有機會就要給最高28%的資產增值稅 所以如果你真的把危疾保單還未回本的話 即是退保的現金價值是小個供款的話 我覺得還是留好一點 好過你剪了單 硬洩了保費之餘 還要是沒有保障 如果保單的現金價值是大個供款 如果你把危疾保單已經供了一段日子 甚至乎已經供斷了 很多時候都會有現金價值在裡面 例如你買了100萬的危疾 裡面還有50萬的利息兼紅利在裡面 當你還了危疾的時候 保險公司除了賠100萬給你之外 那50萬的利息和紅利都會賠給你 即是你的賠償是有150萬那麼多 剛才說過英國保險賠償不用計稅 但是保單的紅利是要計稅的 即是你拿多了那50萬是要報英國稅 那100萬賠償不用計算 但是那50萬是要計算的 很多人就以為保單紅利的增值部分 是計算資產增值稅 例如我交了30萬的補費 我把保單退保的時候拿回50萬 在中間賺了20萬 那我就拿著這20萬去計算資產增值稅 不好意思不是這樣計算的 原來保單的紅利是計算入息稅的 大家留意 英國的入息稅最高是45% 而資產增值稅最高是28% 換言之大家保單有紅利 你是有機會無端端還要交多了稅 大家就不用緊張 因為我未正式說到英國的稅率計算 剛才說的稅率也是最高的稅率 原來它都是漸進息 它有一個低一點的稅率 而且它還可以扣免稅額 還有還有其實保單提取紅利 都有一些技巧 如果你計劃得好 慢慢逐一點去拿些紅利出來 其實你有機會省很多稅 甚至乎是可以不用交稅 稅後就會陸陸續續說 在這裏只想帶一個概念給大家 保單的紅利是要計算英國入息稅的 無論是偽疾好、人壽好、儲蓄都好 所有的紅利都要計算入息稅 回到剛才的主題 如果你把保單的現金價值都多過你的公款 已經回了本 那我能否減好呢 這部份因為每個人的財務狀況都不同 所以很難一刀切有一個很絕對的答案 回到這條片最開頭的說 如果你本身財力是雄厚的 有很多cash肯手 都不自在有多一張危疾保單肯手 你又不想煩英國稅務 不想補那麼多稅 不如剪掉保單 我都可以拿錢拿著肯手 在英國慢慢撕 你財力窮厚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如果是我的話 我通常會看危疾的保額 因為大家買了100萬的保額 保費其實你不會給足100萬 你給多少保費 其實就是看當初你的投保年齡 如果你投保年齡越小的話 其實你的保費就是越便宜的 我們現在舉個例子 例如真的有一個人 他十多歲已經投保買了一張危疾 他買的那張危疾保單是150萬保額 原來他的保單的槓桿是三倍 即是他整個多年加起來的總保費 其實是50萬而已 其實這個人都供了很久 都已經供完這50萬的保單 還有紅利在裡面 他來到這一刻 他這張單的退保價值 原來有80萬這麼多 你退保之後 即是說你還有30萬賺 但是你又想想 假如你真的有危疾的話 其實你是拿到150萬 再加這張單的紅利 即是說你這一刻退保 你這張單是有機會沒有了最少70萬的保障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偏向會留這張單 但是如果你這張單真的買了很久很久了 至少買了超過20年的紅利 還滾得很好 這一刻退保 原來已經有200萬 總保費50萬 原來這一刻退保有200萬 你淨賺150萬 和原來危疾保障的保額是一樣的 其實這個案子 我不會阻人發達的 你剪掉這張保單 這張單還可以煩少英國稅務 其實大家可以go ahead去做 不過大家也可以看看 這張單的歷史紅利表現是怎樣 如果它紅利 那方面真的派得很好 你拿了錢出來 你又沒有其他的投資機會 那就虧了一個資產增值的機會 而且我剛才也說過 其實如果保單提取紅利 你提取得有技巧 其實是可以省稅的 之後我會再有一集跟大家講解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長氣一點都要做貶責聲明 這條片的保單處理 都是我的個人意見 由於每個人的財務狀況 和買的保單計劃 都有所不同 所以大家決定Cut不Cut單之前 最好都是找你們的財務顧問 去幫你們做多次分析 以免招致損失 如果大家覺得我這條影片有用 就記得Like和Share這條影片給朋友 如果想繼續留意理財資訊 記得Like我SamSam Channel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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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